你能相信吗,中国研制出了世界首门万发炮,这款武器有多豪横,它一分钟就能射出上万发炮弹,而花费的钱足以抵得上一线城市的一套房。 那么,这款武器威力有多大,它是如何诞生的,又有哪些优点呢? 本期为大家讲述中国首款万发炮。 万发炮其实是一种近防炮系统,一般来说,海军舰艇的防御体系主要由远程防御、中程防御和近程防御三部分组成, 随着科技水平不断提高,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武器经常会突破火力防御体系, 而近防炮系统就是专门对付这些漏网之余的最后一道屏障, 只被誉为海军舰艇的防空金钟罩和航母的匕首。 事实上,中国在近防炮系统领域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空白, 只能依靠人工操作各种37、57毫米机关炮, 面对敌人的导弹毫无防御能力。 而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在这领域傲视群雄, 经历了极为困难的发展历程。 起初,中国通过购置苏联舰艇的方式, 获得了一套AK-630禁防炮系统, 这便是中国禁防炮系统的起点。 但高瞻远瞩的中国军工人员认为, 依靠进口武器始终不是权宜之计, 只有实打实的中国制造, 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的国防水平。 经过数年攻关, 中国成功推出国产630禁防炮系统, 这是中国第一次生产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建载进程防御系统, 但军工人员并不满足单纯的仿制, 而是打算其百家之所长走自己的道路。 因此, 他们参考先进的法国萨莫斯禁防系统, 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技术, 成功研制出性能极为出众的国产730禁防炮系统。 730禁防炮系统的出现, 标志着中国的禁防炮系统领域,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从一片空白发展为世界前列, 速度之快令世界惊叹。 但就在世界惊叹中国军工发展的奇迹之时, 中国科研人员却依然忧心忡忡,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, 航母在海军舰队中的作用愈发重要。 虽然航母拥有舰队中最好的护卫, 但作为高价值目标, 也一定会承受敌人最大的火力覆盖密度。 730禁防炮系统的4200发射速, 仍然不足以防御如此重要的海上目标, 因此为航母设计一种更强武器的任务迫在眉睫。 经过数年的艰苦公关, 1130禁防炮系统横空出世, 这种炮管更多性能更加恐怖的大杀器, 令世界未知惊叹。 1130禁防炮系统, 由于其拥有11个炮管, 且发射的是30毫米口径炮弹, 因此得名1130。 那么, 相比于其他武器, 1130禁防炮系统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? 第一大优势便是恐怖的射速。 该系统是全球第一款每分钟发射炮弹过万的禁防炮系统, 是730禁防炮系统的2.62倍, 被称为万发炮。 这是什么概念? 目前美国最为著名的密集阵禁防炮, 射速只有3600发每分钟, 荷兰守门员系统射速也只达到了4200发每分钟, 而俄罗斯的卡什坦弹炮合一系统, 运用特有的双火炮体系, 才勉强达到了万发炮的射速。 论效能, 实际上只和中国730禁防炮系统相当。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, 中国1130禁防炮系统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, 傲视群雄。 那么, 1130禁防炮系统究竟是如何达到这么高射速的呢? 其中的奥秘便是加特林原理。 所谓加特林原理, 是指通过并列安装的几根单管枪炮围绕同一元心旋转。 在这一过程中, 装弹、射击、退壳等环节将会依次自动完成, 然后循环往复, 射击间隔会逐渐缩短, 射速越转越高。 通过这种方式, 武器的射速能够达到惊人的每分钟几百发到几千发。 较为常见的加特林机枪便是使用了这一原理, 但将这种技术应用于舰船的禁防炮系统之上却十分困难。 因此,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 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相关技术, 但中国军工人员并没有被困难下到。 经过不断钻研, 不仅成功掌握了这项技术, 还在此基础上突创十一管系统, 大大提高了射速, 每根炮管的射速还不到一千发每分钟, 完全处于合理的承受范围之内, 不仅如此, 1130禁防炮还使用了独特的无链弓弹系统, 炮弹平时储藏在弹骨之内, 射击时在弓弹系统驱动下, 炮弹滚入柔性输弹带, 这一装置就像金属环组成的隧道, 炮弹在其中可以顺畅向前滑动, 进入炮堂。 这一供弹方式较为复杂, 总体重量大, 但供弹速度非常快, 这将进一步发挥1130禁防炮系统高射速的优点。 然而, 1130禁防炮系统的优点并不只有射速而已, 它的第二大优势是采用了独特的乌心穿甲弹, 其相比于传统钢制弹头, 乌心穿甲弹具有出速高, 弹道低深, 飞行时间短, 命中精度高等特点, 能有效针对快速运动目标, 这种弹药的出速度高达1000米每秒, 最大射程达到了5000米, 可以拦截2到3马赫以上的超音速反舰导弹, 使炮弹的拦截能力更上一层楼, 而当1130禁防炮系统的乌心穿甲弹, 命中目标时, 敌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, 由于乌合金可展性较好, 所以该穿甲弹具有极好的二次清澈特性, 与此同时, 乌合金的自锐效应将会大发神威, 乌合金的自锐效应, 是指在铸造穿甲弹的弹心时, 进行多次精确的冷热处理, 让弹心各部分晶体的晶包产生差异, 在穿甲时, 外层材料会不断破碎, 露出尖锐的内层材料, 通俗来说就是乌心穿甲弹的炮弹, 会如同铅笔一般, 穿甲过程中越削越尖, 对大角度, 夹心和多层结构复合装甲的穿甲效果尤为明显, 是所有敌人的噩梦, 然而衡量一款禁防炮系统是否优秀, 除了打得快打得很外, 更重要的是能否打得重, 1130禁防炮的第三大优势, 就是出色的瞄准系统, 在作战时, 禁防炮若选择自动模式, 优化过的雷达和光电系统, 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模块, 两者结合, 一次就能够锁定40个目标, 具有超强的多目标拦截能力, 并会自动优化拦截路径进行依次拦截, 首先雷达用90转每分钟的水平扫描速度, 发现目标后迅速调整枪口, 并命令跟踪雷达跟踪目标, 随即瞄准开火, 持续开火约6秒, 射出数百发炮弹, 同时继续保持跟踪, 并测量出误差, 纠正瞄准, 对目标航母形成覆盖, 最终目标将被多发穿甲弹击中坠海, 但需要说明的是, 1130禁防炮系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, 它还是有三个弱点, 第一个弱点, 体积太大, 由于1130禁防炮系统搭载了数项先进科技, 使整个系统体积庞大, 重量也较前代大幅提升, 因此只有排水量超过1.2万吨的军舰才能安装, 第二个弱点, 价格太贵, 1130禁防炮作为一个高度集成的武器系统, 除了火炮及弓弹系统外, 还配有跟踪雷达, 光电瞄准锯等一系列精密武器, 造价之高可想而知, 不仅如此, 一枚乌心弹的造价就高达上千元, 如果1130禁防炮系统持续发射一分钟, 就要消耗上千万人民币, 可谓是真正的大炮异响黄金万两, 第三个弱点, 射击时间太短, 虽然1130禁防炮系统理论上在一分钟之内, 就能发射出上万发炮弹, 但实际上, 武器的弹舱储量, 虽然与俄罗斯和西班牙的禁防炮系统相比, 有着较大优势, 但每次只进行不超过五秒的射击, 也依然最多能支撑五次发射, 无法实现长时间火力完全覆盖, 所以,1130禁防炮系统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, 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, 但对于中国而言, 随着各种大型舰艇像下饺子一样下水, 很多问题已经不足为虑, 更重要的是, 1130禁防炮绝不是中国禁防炮系统武器的终点, 今天有这种万发炮, 将近不久就会有十万发炮出炉, 让我们拭目以待, 由于智突上已知的坊主不足为虑, 估讹者里方便能重新完成的坊主不足为虑�,